跑长途怕饭困的朋友 其实并不一定要等到困了 再去吃东西提神的 在上高速之前吃的那顿饭开始 就可以做些准备了 那长途出发之前 想要路上不饿 又能垫垫肚子呢 我们可以选择吃一些 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东西 那升糖指数啥玩意儿 就平时关注减肥的朋友 有可能了解过 就它基本上是来反映某种食物 引起人体血糖 升高程度的这个高低 华盛顿州西雅图的 非盈利组织GHC 它的大卫麦卡洛赫呢 在网站Science Alert上面呢 发了一篇关于 Foodcom的这个现象的文章 简单的说呢 就是吃了大量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呢 会让我们的血糖迅速升高 那身体呢 分泌胰岛素 胰岛素啊 它会导致身体产生一种 叫做色胺酸的化学物质 进入我们的大脑的 从而呢生成血清素 那这两种化学物质呢 就会让我们变得昏昏欲睡 具体什么原理 我们又不管 论文也很长 说人话就是 跑长途之前 不要吃太多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不然的话 饭困会比较严重的 那都有哪些东西呢 那我们平常的什么 米饭 糯米 小米 它这种啊 基本上都算是 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了 反而是那些什么 红薯啊 芋头啊 玉米啊 这种我们理解的粗粮啊 它的那个升糖指数 是会低一点的 饱腹感也比较不错 更适合跑长途之前吃啊 那有些朋友 平时正常吃饭之后 就比较容易困的 都有点想要瞇一会儿的那种 你相对就要多注意一下 甚至是量也要控制啊 那么开上高速之后 第一样吃了能提神的食物啊 其实是水啊 英国的拉夫伯勒大学啊 他做过一个研究啊 他发现如果每小时 只喝25毫升水 那么开车出错的概率啊 就是正常人的两倍以上 这个风险啊 和血液酒精含量为 0.08%的驾驶员啊 以及严重睡眠不足的驾驶员 是差不多的 这个0.08啊 基本上就是英国的酒驾标准了啊 那简单讲就是说 咱们水喝少了 就和喝了酒开车比较接近了啊 那他们还做了一个实验啊 发现每小时只摄入 25毫升水的驾驶员啊 发生事故的概率是 每小时正常摄入 200毫升水的驾驶员的 两倍之多啊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 准备一瓶矿泉水啊 算是最低成本的提神食物了 第二个吃了能提神的东西呢 口香糖啊 岳珍珠等人在期刊 《心理科学》上面发了一篇论文的 《口香糖咀嚼的脑机制》 他上面这么说啊 通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 以及颅痕断多普勒分析仪啊 这些手段发现啊 这正常的成年人啊 在咀嚼的时候 大脑的血流量会增加20%左右 那简单的说就是 这嚼东西啊 能显著增强我们的注意力的 吃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集中注意力提高警惕啊 其实都是远古时刻刻在 D&L里的这种东西啊 就怕什么 我们吃着吃着背后被老虎给扑了 是不是啊 我们一边吃东西 其实是我们最脆弱的那个时候啊 当然要警觉啦 当然要提神啦 因为别人来扑我的时候 我带着食物就跑呀 食物带不了我马上就跑啊 这个决定是不是也得动脑子 所以说啊 这开车时候嚼口香糖提神 效果还是不错的 如果是薄荷味 有些朋友也许会觉得 哎 效果会更好啊 那第三个吃了会提神的东西呢 是咖啡因 那一般红牛咖啡奶茶里面 都有这个玩意儿的啊 你不要觉得只有咖啡里面有啊 那这咖啡因效果很多的 能够兴奋我们的大脑皮质啊 令人精神振奋 提高注意力 自信心 工作效率和积极性 增强警觉性 减少疲劳感 加快反应速度 都是对长途开车 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那这里有个小技巧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喝完带咖啡因的饮品之后 其实小睡一会儿 提神效果反而是更好的啊 宝拉K施尾测啊 等人呢 在Sleep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啊 他有讲到啊 小睡咖啡都能提高人体的警觉性啊 那么咖啡和小睡组合起来 对警觉性的提神效果更好 能够有效减少人体的主观嗜睡感 所以当我们有点困的时候啊 不妨先去服务区 来一杯咖啡或者红牛之类的啊 然后呢 车上啊 咪它个15分钟 这醒过来啊 提神效果是特别好的 没想到吧 那我们汇总一下 跑高速怕犯困 是为了怕出事故嘛 那上高速之前呢 最好选择一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 吃点粗粮 少吃米饭 平时吃了就想困难 干脆量减半啊 上了高速之后呢 喝水其实能提神 有必效 也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 实在还犯困难 或者不想上厕所的 口香糖也是不错的 那红牛咖啡如果来一点 你如果搭配在车上 靠个那个5到15分钟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